好的 又到了我们《芈月传》抢先看的时间了 秦王死后 芈月母子几经波折才逃离了殉葬的命运 被发配到燕国为之 那想当年 芈月小的时候 楚王过世时 他也差点遭遇殉葬 这如出一辙的经历再次重演 让人不得不感叹命运的作弄 那与此同时 张仪也是不堪淫荡的刚愎自勇 主动是离开了秦国 《芈月迎记》即将进入燕国为之 张仪万般无奈与不舍 把自此去山高路远 千万照顾好自己和公子 有人一心想要你死 只要活下去 才有判斗 雍大人 张子 你们也要好生保重 那是自然 当初你不愿意留在秦宫 看来你是对的 张仪糊涂啊 但是张仪还要等到有朝一日 鲁布一丈 迎接芈八子和公子稷回朝 芈月的车队驶向燕国 在经过赵国时又遇到了一渠王的人马 十多年来一渠王始终未能放下芈月 此番相见更是不忍心见心爱之人离去 我不让你走 你得做我的女人 我不想做别人的女人 你松手 我不 十几年前你就松过手 这次 你还是会松手的 秦王死后 一渠王已不再向秦国称臣 一渠王也向芈月诉起了忠肠 虽然备受感动 芈月最终还是拒绝了苦苦等待她十多年的一渠王 不管走多远 我都不会忘记 在我最无助的当口 曾有人说要带我走 要带我的孩儿 如亲生骨肉般疼爱 并承诺给我一世周全 这些话 足够支撑我走 很远 很远的路 长途跋涉 芈月一行终于抵达了燕国 却不料曾经被黄蝎逃婚的芈英 已经嫁给了燕国的国相 得知芈月来这里为止 芈英再放狠招 派人纵火烧屋 可就在众人都急忙逃命的当口 葵姑却冲进了火海 原来就是顾及燕国天寒地洞 为了取回给芈儿新作的寒衣 葵姑才不顾危险 虽然芈月拼尽力气救出了葵姑 却已无力回天 在夜转步上 姬儿媳妇做的 心 心 心 上 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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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伯的离去令芈月悲痛欲绝 最后一个真心疼爱她的长辈 就这样失去了生命 接下来芈月将如何面对 她更加坎坷的人生 一切在东方卫视 每晚芈月传 新日再线 编辑 大本